楊敬禮議員,我們台北市社會司公會的莊振東理事長 還有這個崇聚古紐縣公司的陳克敏負責任 還有我們台灣保育生協會的張翰崇理事長 還有在座的美女朋友跟現場朋友,大家有玩?大家好 好! 這個楊敬禮議員在從政之前,當了三十年 他進入議會以後還是持續關心這個題目 所以我們的毛小孩終於在我們的台北政壇有了代言人 通常沒有議員在關心,我們市政府就假裝沒看到 這也是實情,有人在關心 我們洞保市就編譯預算要處理 所以非常感謝因為我們議會有楊議員進來以後 對這個毛小孩有關注 所以我們在這段時間開始對毛小孩比較有多的措施 像剛才講的說這種,包括狗公園,大概要做到七個了 狗公園,還有這個可以上捷運公車這些,有些規範上去 今天這個是一個里程碑 因為我是醫院出身的,我想我們在醫院書學相當多 開刀,急救常常用到書學 過去我們這狗貓,老實講我從那邊上到狗貓要數學 所以我猜以前遇到這種需要數學的情形就算了 我們這個是台北要成為一個國際的這種叫動物友善城市 一樣一樣的進步 所以剛才講那什麼狗公園,可以上公車、捷運 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我們的動物中心 那個後來預算我一看,我臉都不講話,六億多 我們在內府要蓋一個動物收容中心 將來那是多功能的 包括收容、動物醫院、甚至暫時的旅館等等 那個要花六億多元 除了這些政策以外 今天也是個里程輩,我們要比照人,在狗貓開始設輸學中心 我們台灣是在南乃路有一個叫做學藝基金會 在負責這個學藝配送 那我們這個要感謝這個我們動保住跟收益師公衛 開始做個網路的這種媒合平台 所以如果你的狗,剛才那個已經講過,八歲以下十五公斤以上 那是狗嘛,不曉得貓的標準是什麼 那願意當捐學狗的話,就上來 其實它捐學不是那麼容易 除了驗血型以外,還有身體健康檢查 還有看你要打疫苗,該打的疫苗要打 那些基本的要證明這隻狗是健康的 那就把它的資料登錄起來 那如果有哪一天需要就做個配對 所以今天這個 我們整個這個全貓的捐學中心成立 這也算是我們台北成為一個動物友善城市的一個重要的擬程碑 好,我們等一下就要看看這個 這個成立要怎麼來宣布 OK,謝謝大家